介绍了身旁的语语 继续给大家 人生何处互相放 吹亮着天天堡 吹着我身后的梦 为了着春天堡 月下的梦 天下的梦 不分成冰冰冰 人知之声也想要 你我终于没有那一切 生中的梦片段 总是个别也还当唱之声音 默默成声的梦 无论无论画 永远将帝 等着彩虚无事 无论彩虞 能堅持著美麗的怨 卡丹的晚空更逝 誰將無根可惡 誰將不願意互惡 你我就忘記了我生 誰將不願意互惡 謝謝 誰將不願意互惡 誰將不願意互惡 你我將從那一生 抵黑布藏的光 無分數不偏光 你將千世也失望 你我將願望那一生 誰將不願意互惡 誰將不願意互惡 總是不願意互惡 唱真心 你我我成熟真面 我每天都只能夠 你我將不願意互惡 你我將不願意互惡 你我都願意互惡 你我將不願意互惡 我將不願意互惡 好美啊 誰在冬天被迷惑 你躲在我男人腰腸 比起我龍腥海 謝謝 祝各位姐妹們慢慢的開心 人生何處不相逢 大家有緣分的時候在一起掌聲 謝謝 謝謝 好 再來吧 謝謝Maggie 深情並茂的演唱情深團團 特別是那一段 你先生給你獻花的一段 我都要用了一塊流下來的 非常非常的感人 好 接下來呢 我要特別邀請周老師 為我們表演一個節目 那之前呢 我要先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周老師 周老師呢 是 廣東國家曾經是北京電影製片場著名配音演員 他有非常多的經典著作 他曾經為電視劇西遊記 裡面有一集女兒國的那一集佛王 就是朱銀的扮演者配音 他也曾經為很多的好萊塢大天配音 比如一些經典的電影像那個 就是那個電影怎麼唱來的 就是那首歌 就是那首歌 他為你主角 親自擔當配音 所以呢 今天呢 他也是我們 雅特蘭大西陶文化藝術中心的旅士 所以呢 我要特別在這裡介紹周老師給大家 現在呢 非常開心地有請周老師為我們表演 詩朗宗 感謝一家 那我開始說的故事太久了 是事實 大概有二十多年 三十年了 沒上台 也沒做過傳聽聽奏了 今天呢 不是什麼表演 我就是說說自己的心聲 第一首小詩是 感謝你 讓我怎麼感謝你 當我走向你的時候 我只想收穫一筆春風 你卻給了我整個春天 讓我怎麼感謝你 讓我怎麼感謝你 當我走向你的時候 我只想捧起一处的花 您卻給了我整個海洋 讓我怎麼感謝你們呀 當我走向你們的時候 我只想親吻一朵雪花 我只想携一朵雪花 我只想捧起一枝風天 我只想欣吻一朵雪花 而你卻給了我 鷹色的世界 我觉得我已经连航累花了 大家看到了我的眼睛 谢谢 谢谢您 我觉得今天非常非常荣幸 跟您在一起公司 非常非常开心 谢谢 下来呢 有请 下面第三支舞蹈 还有一首 表演完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还有一个家 对 还有一个家 对不起 我以为你 对不起 大家姐妹都这么多 这样讲话 我特别容易 不可以 麻烂了 一二个小一点 一二个小一点 小一点好一点 把声音比较小一点 小一点 我一定看得到一点 对 那个关系音比较远 对 第二个是 那这就 就这样 没关系 很好 对不起 因为 第二个也是我的先生不是铁肉 家 什么是家 家是夫妻共同经营的 编织着梦和苦辣酸甜的锅 什么是夫妻相爱一辈子 争吵一辈子 忍受一辈子 共同奋斗一辈子 家要讲爱不可讲理 家要安静不可吵闹 家要真诚不可虚伪 家要自由不能长治 家要温存要小结 要关心体贴理解包容 甚至是忍让 家要幸福 家是一个可以为我们遮风避雨的地方 家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温暖 给我们希望的地方 梦 无论不在乎帮忙 一生的爱 唯有家 家才是我们幸福的港门 现在完了我要说一句 我们每个人都有家 有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 也有自己的小家 有大家 我们旗袍中心 我认为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家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